141 《文匯報》 港股反復編號關注中期業職 2015年7月22日投資理財B06港股透視業上至7月21日 港股大盤呈現反復編號的走勢 內地電信股反彈走高時帶動因素 然而 縮量的狀態未改 港股主板成交量進一步縮降至僅有800多億元 要注意大盤在彈高後 再高位的穩定性 隨喬莊M基順利過度 內地A股戶盤成功 港股的總體實質股下是有所修煉 有利大盤表現出反復偏穩的狀態 但是 由於港股疫症缺乏內部刺激消息 在缺乏資金流的背景下 外圍股市的走勢 對港股會構成軒動 但實質刺激推動有限 港股的中部發布期即將到來 權重股如電能實業0006和友邦保險1299 其中部將於州內公布 以中部期有望成為港股內部的新焦點 有望吸引新資金的流入 而在資金回流之前 港股可能仍將處於縮量、反復、分化的行情類 成交縮減輪流炒作 其出現反復偏好的走勢 在盤中增一度上升229點 高見25634 挑戰至20日線25653 但是未能以高位收盤 總體動力未見增強 市場傾向這消息輪流炒作 次收盤報25536 上升132點或0.51 上週五的挑升缺口25170至25184 依然是目前的好彈分水線 國指收盤報11872 上升98點或0.82 另外 港股主板成交量再度縮降至808億多元 而股空金額錄得有75.1億元 股空比例9.29% 至於升跌股數比例是776、726 日內漲幅超過20%的股票有11隻 日內跌幅超過10%的股票有6隻 盤面上 內地3G和4G用戶上客量有加快趨勢跡象 消息帶動內地電信股做好 中移動0941漲4.07% 而中電信0728和中聯通0762 都分別漲了5%以上 另外,內地獄製品股也出現這消息全面彈性 萬洲國際0288和與潤食品0506 分別漲了接近3% 而為山國際1340更是急漲19% 另一方面,美國加息如期升溫 香港地產股普遍受壓 其中,信和置業0083跌0.8% 暢實地產1113跌1.8% 值得注意的時,受惠於微古納子創歷史新高的走勢 騰訊0700走了一波三連漲 但始終未能升穿前高點170元創新高 以在其股價彈高後,空頭有再度活躍起來的跡象 沽空金額有3.87億元 沽空比例增加至22.87% 潛在觀額有增加傾向 不者為證監會持牌人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 地位 已被取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